歡迎大家來到苗上天開 上個星期六我們就參加了 麥當勞兒童愛心馬拉松2024日 幫助兒童致力餵患的兒童提供一個合適的家園籌款活動 本身這個慈善馬拉松應該在5月的時間推出 不過就由於天雨的關係就改到 上個星期六就6月22日才開始 上個星期六的天氣就非常之熱 我們去到銅鑼灣地鐵站的時間 就已經人山人坦好熱鬧 因為見到好多小朋友都去跑馬地馬場 我們就跟兒子阿妹和太太一起坐電車 一齊坐電車就去跑馬地馬場 我們都等了一段時間 好熱啊 是不是阿妹 是阿妹 那經過馬場的時間呢 我們看到外面是烈日當空 正正是下午的時間 三十四度或者以上 所以小朋友都熱到 整身大寒 非常之辛苦 不過我們為了慈善的話 都盡了我們的一分力 出錢捐錢之外 也都完成今次的慈善馬拉松活動 我們就在跑馬地這邊去到入口 見到的人數比想像中的少 可能真的太熱 可能有些小朋友都沒有來到 我們來到會場之後呢 就去回到檔塔裏 就掃描回我們的QR Code 就可以拿回一些大會指定的衣服 就可以進行這個活動 就在這裏了 登記處我們拿回衣服 然後後面呢 就有些看台 還有洗手間 跟衣室 由於姜浦就是活動的嘉賓 所以都會有些後援會 就會派一些帕張給我們 阿妹熱到就成身大汗了 太熱了 所以呢 都好辛苦呀熱到 阿仔都熱到好累呀 是不是呀 真是烈日當空呀 不過為了慈善的話 大家都盡力 完成這次的活動 今次的活動呢 現在就是圍著跑馬地馬場呢 就是跑一個圈 那當然啦 二日當空呢 如果說跑足一個圈 2.2公里的話呢 就未必小朋友可以完成得到啦 出見到沿途上 大部份的小朋友呢 都是慢慢走 拖著爸爸媽媽 和家人慢慢走 完成一個圈 就2.2公里 比賽時間呢 就大概30分鐘 對於小朋友來說呢 都算一個 幾大的挑戰呀 因為在這麼熱的情況之下 很多小朋友呢 都躲在冷氣的地方休息 因為 就算你在汗台上坐著的話 都是非常之熱呀 結果呢 Hady 和媽媽呢 就在冷氣的地方休息 因為太熱啦 我和Hayden呢 就去了走一個圈啦 我們就走著去這個起步的地方 這裏應該是開幕禮 特別嘉賓坐的地方 客人都累到 沒來精神啦 現在實在太熱了 氣溫最少就34度 坦白地這個烈日當空的氣溫 可能不止 好 大家都覺得就位了 準備開始啦 為這個慈善 馬拉松開始 然後321才要開始的啦 有2.2公里呀 雖時是半個小時 對呀 星期要贏了 這次不是為了贏輸的喔 我們是慢慢走的 見到麥當勞叔叔經過 跟著我們就慢慢走啦 因為大家見到這樣的天氣 實在太熱了 所以基本上都沒有小朋友是跑的 因為疫情前那年呢 我跟兒子呢真是慢步跑 可能我當年的天氣呢 就是 沒那麼熱啦 就可以跑 但今天實在太熱不熱啦 個個都戴著帽子啦 戴著傘啦 拖著小朋友 就慢慢走 我們穿過這條隧道呢 就會出去 馬場的露天部分 就正式開始慢慢走 走這個2.2公里的 跑馬地馬場一圈啦 因為平時都沒什麼機會來到跑馬地馬場 還要呢 就走進來馬場喔 都是一個幾特別的體驗來的 不過呢天氣真是十分太熱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 都是拖著家人就慢慢走 都好少見到有小朋友在那跑 跟著我們就繼續走這個 跑馬地馬場一圈啦 其實呢 其實呢 走下去是否十分辛苦呢 又未至於好辛苦的 雖然它就好熱啦 好曬啦 但是你慢慢走的話 都偶爾都會有少少的美風吹著你 還有路程2.2公里 又未至於十分遙遠的 所以來說呢 大部份小朋友都見到可以順利完成得到 那當然啦 有些是擔著傘啊 戴著帽啊 就是當一個慈善的活動 這樣慢慢走 絕對沒問題的 兒子呢 有少少鬧脾氣啦 覺得好熱啦 好曬啦 還有為什麼 還有為什麼是中間沒得走啦 我都盡力勉勵阿仔 這個是小小的挑戰來的車 希望它都可以順利完成得到 整個活動 因為小小的挫折呢 其實呢 只要勇於面對的話呢 總可以解決得到的 結果雖然阿仔說 好累好熱好曬 不願走都好 結果仍然可以順利完成得到整個活動 所以呢 在此 勉勵大家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好呢 我們只要 巡註一個正確的方向 努力正面地面對 總可以解決問題的 話這麼快呢 我們就來到終點啦 結果呢 就大概走了30分鐘左右 終於可以完成得到 這個兒童馬拉松的慈善活動啦 雖然阿仔好累 結果都順利可以沖洗喉喲 所以呢 哥哥真是好聰明啊 哥哥都可以順利完成得到 是不是好聰明啊 媽媽媽呢 媽媽呢 和阿妹呢 就在個冷氣地方休息啊 因為太熱啊 怕阿妹中暑啊 所以呢 我們就在場支持咯 我就是想換衣啊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過不同的親子活動啦 掰掰